各位網友大家好 我是鄺俊宇 今天是2022年11月15日 星期二 來到傍晚的這一節 跟各位網友一起說說城中的各大熱話 首先話說有個網絡熱話說到大台TVB最近中年好聲音 為何網民會形容屯門的那那被無線出賣 跟各位一起說說 另邊雙也說說這個啟德郵輪碼頭 據了解那個草地 因為長年說他是荒廢 關係沒什麼人去 結果就生菇地說 這個景象 很多網友都聯想到香港的經濟狀況 另邊雙也說說另一則熱話說 話說最近出現了一個叫單車教的東西 什麼叫單車教呢 是教會來的 在何文田出現的 什麼叫單車教呢 跟各位一起說說 好 說下去之前記得按訂閱 免費訂閱鄺俊宇的頻道 看廣告月長 是對鄺仔最大的支持 衝心多謝各位老友機 事不宜遲先看看這一則最新消息 根據HK01的最新報導 屯門那那是被無線出賣真面目 零類鏡的海報的樣子嚇壞網民 網民就問 是不是忘記了P圖 報導的難民是 全新綜藝歌唱真人鬍 中年好聲音 自從9月公布消息和作公開招募後 坊間反應熱烈 短短幾個星期 吸引了接近3,000人排長龍報名 就連有八殺手之稱屯門那那 現年36歲的董幸宇也有參加選舉 現年36歲的董幸宇也有參加 而大會經過多輪面試過後終於選出100強的參賽者 屯門那那也成功入圍 無線早前公開100強的海報當中就可以看到她的身影 無線公開100強的海報給網民 給like支持她們的心水參賽者 雖然娜娜在網上討論度是最高的 但她的like數不及其他參賽者 而娜娜在海報上的樣子也惹起了網民的熱烈討論 雖然娜娜海報的樣子跟她自己在IG的漂亮樣子差距巨大 簡直是判若兩人 在零類鏡拍攝之下的真面目更加滲出震震大媽味 網友紛紛留言表示為何跟IG的樣子不同 也有人說TVB是忘記幫她P圖這麼壞 大家看到相關報道也有相關的那張海報 這張海報就被網友形容 這個屯門娜娜好像被無線出賣了 網友就這樣說 不過礦仔就不懂評語 交給各位網友去評價一下 究竟是否被無線出賣了 為何的樣子跟平日在IG發佈的照片有所不同 這個節目叫中年好聲音 聽聲音比較重要 究竟這個節目能否帶動潮流 真是未知之數 另必須說說這則奇怪消息 根據AM730的報道 走廊違規放單車租道移走 賀文田愛民村的住戶自稱信單車較來反擊 報道的流氓是這樣的 現在不少大廈都規定走廊是不可以擺集物的 本港的公屋更加規定禁止把集物放置走廊 否則是觸發屋村管理扣分制 不過近日有網上的照片顯示 何文田愛民村有住戶懷疑不滿自己擺放在單位門外的單車被人移走 竟然明目張膽貼出告示 自稱信奉這個單車較作反擊的東西來網友即即清奇 那張照片在社交平台封存 事源有一位何文田愛民村的居民 懷疑早前因單車擺在走廊遭到屋邨辦事處的人員而走 儘管屋邨規定住戶不可以在走廊擺放集物 不過那位居民仍然覺得自己理直氣壯 並在門外張貼告示 當中竟然自稱信奉單車教 那張告示就說 單車是那位居民的信教傳統 你應跟其他鄰居擺在門外的地主是無疑的 又說根據公屋的宗務條例內容 充公物品並未豁免地主或香奴等等 質疑屋邨辦事處在移除單車的時間 並沒有一併移除地主或香奴等宗教物品 處理不公 他更表示會將案例提告到憑機會定奪 不排除提出索償 照片上載過後隨即引來大批網民轉發 不少網友都笑言單車教的想法不錯 頗為生命 就說如果他成功 我歸依信奉儲物貴教 也有網友就說有公路單車教 月野單車教 接跌單車教 單車之神加油 根據HK01相關的報道也說到 內文也有相關的通告 是這個人回應那個屋邨辦事處 說本單車是本戶的宗教傳統 本戶是信奉單車教 定義應該是鄰居之地主無義 即旁邊拜地主那些 都應該是跟他有同一個豁免 認真厲害 原來單車教就是這樣 話說這位住戶把單車拍在走廊 結果被人收了 他就說為何收我的單車 旁邊那些拜地主那些不收地主 於是就跟火柱說 現在我就拜這個單車 就是拜他的這個就是單車教 結果網友就瘋狂轉發這張照片 也說越來越多什麼儲物貴教 拖鞋教 這個公路單車教什麼都好 即是說那些東西 放在走廊的話 若然是信奉他的話 就不應該被移走 這樣說 嘩 這樣搞法還得了 不知道各位網友怎麼看 不妨劉過言說一說 另一則熱話 根據星島日報的報道 跑道公園草地是出現野菇的 網友笑言啟德都變成這個培植箱 報導的內文是這樣的 有網友早前在網上發帖文 提到在坑口公園花槽 見到一棵大野菇 想給小朋友介紹認識 而今天就有人在啟德跑道公園的草地之上 見到少量野菇 這個啟德資訊早上在社交媒體發帖文 指身處啟德跑道公園 並指這個郵輪碼頭 人結地靈 朝氣勃勃勾到出故 從他上載的照片可見 在草地上見到 長出了少量野菇 相關照片就引起網友的興趣 並笑言啟德都變成培植箱 亦有人說有菇菇的話 大把強國人是會去現彩現吃 一定生意好 另外有人就關注 什麼原來還可以走來這裡 我以為整個跑道尾已經封了 這樣說了 作為香港的景點之一 浩知當時也不知道多少個億來興建的郵輪碼頭 說近來就勾到出沽 相關照片在網絡奉傳 側面反映香港的經濟情況 另一邊也說過這則消息 根據星島日報的報導 本港9月底實施0加3 上個月訪港旅客約8萬人次 按月升了22% 報導的流文是這樣的 政府自從今年9月26日 實施0加3的防疫措施過後 訪港旅客有輕微回升跡象 旅遊發展局公布 上個月訪客說的數字約8萬人次 按月上升了22% 其中有33,000人次是海外旅客 按月增加了1.2倍 內地旅客就有47,000多人 按月下跌7% 旅法告表示 旅客訪港的目的主要 仍然是以香港作為過夜停留的中途站 商務、探親或有必要出行為主 雷計今年頭10個月 約會有33萬 旅客人次到港 按月升了22% 8萬人次的旅客 聽下去 升了不是好事嗎? 不過告訴大家 以之前疫情來計算 香港每年 旅客人次應該近千萬 沒有記錯 即是說2018年單月 都可能做到幾百萬人次了 外地旅客不來香港的原因很簡單 若然你出發來香港之前聽到 香港還在行零加三的話 你的腦海就會即時想起 三天都要住隔離酒店 儘管香港明明已經取消隔離酒店 但不代表頭三天都是非常暢通無阻 不會的 來到都要有一定的不同的防疫措施去進行 加上在外地 即是山高皇帝縣 外面的人怎麼理你 那些措施怎麼放寬才行 加上零加三就是零加三 頭三天的確是非常麻煩 另一雙也說說這則的社區消息 根據HK01的報道 行山的朋友在牛池灣雲帝坐家 宋苑搶救不治 報道的內文是這樣的 牛池灣發生行山人士雲島意外 今天11月15日下午3時多 一名男子被發現 在豐盛街33號對開一處山頂 是昏迷不醒 警方和消防接報到場 事主昏迷宋苑接受搶救 最終不治 消息指事主若膜是60歲 懸死者安息 究竟那個死因如何 還要有待調查 各位老友的行山都要量力而為 我是光仔 我們下節短片繼續聊天